宽阔无垠的空中视角 容易上手的操控模式 让无人机成了近年来最热门的电子产品之一 而现在无人机的作用已经不再仅限于用来航拍而已 还可以用来比赛 玩物壮志带你一起去认识这个越来越受欢迎的无人机竞速比赛 以大约150公里的时速穿梭在空中 这是无人机竞速比赛上常见的画面 跟玩一般无人机不同 无人机竞速比赛的飞手是利用视频传输系统 或者佩戴专属眼镜以第一人称视角参赛 这让他们有一种身丽其境在空中飞驰的感受 现年25岁刚毕业自新加坡理工大学的陈来兴 是一名无人机竞赛玩家 我是大概两年前左右 受到了一架无人机作为圣诞礼物 这件无人机跟一般航拍的无人机不一样 因为它比较轻所以飞的速度比较快 我本身比较喜欢有刺激感的活动 所以这件无人机又能拿来竞赛 又能拿来做特技飞行的表演 所以我就感觉了很有趣 从零学起 百姓不断地研究并上网自学 如今它不只掌握了飞行技巧 也懂得组装竞赛使用的无人机 这些是我一些比较旧的无人机模型框架 它们的主要用途就是好像跟一个汽车一样 就是把所有的零件组合起来 然后就变成一个竞赛的无人机了 这两架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是我主要使用的 然后那个是我的备用的 这整套参加比赛装备需要两到三千块 来兴每个星期至少会抽出两天的时间 到户外玩无人机 练习自己的速度和技巧 让它感到庆幸的 使它的这个兴趣获得了父母的大力支持 我去竞赛的时候 或者我去飞的时候 它们也会到现场来鼓励我 还有帮我买水 饮料 这些吃的 所以我对它们很感恩 在家人的鼓励和支持下 来兴去年参加了一场 在本地举行的无人机体验活动 结果获得了第二名 虽然那是一场非正式的比赛 但是却成为了他日后 参加无人机竞赛的一个契机 陈来兴因为在那场比赛中表现亮眼 因此受邀参加Stratos 本地一支无人机竞赛团队 Stratos成立于2016年 如今有七位成员 无人机是一个新的趋势 最近这几年比赛的机会相当大 所以我们开始组团 代表新加坡去参加一些无人机竞赛 有时那些外国的主办团体 也找上我们跟我们谈一下 怎么派我们的飞手代表新加坡 去外国参赛 Stratos成员每个星期至少 就在一起两次进行训练 为了增加挑战性 他们在竞赛跑道上 会设置一些障碍物 以训练飞行技巧 每一次练习大约三到四个小时 无人机的声量比较大 所以我们尽量避开公众常在的地方 而且这些无人机在练习的情况下 速度是相当快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也是在比较没有人的地带 还有在航空管制区以外的地方 进行我们的练习 自加入Stratos后 来星以Stratos的名义 参加了各种无人机竞赛比赛 很快地便打响了他在 无人机竞赛界的知名度 到现在我已经参加过 十多个比赛了吧 其中最让他感到自豪的一场竞赛 就是去年十月 被韩国无人机竞赛协会邀请 参加国际无人机竞赛大赛 他是少数几位受邀到 韩国参赛的新加坡人 因为那个我感到很荣幸 他们赞助了我完全的费用 还有到了那边 我也交了很多国外的朋友 还有遇到很多无人机界的名人 来临的九月 来星将参加一场 在本地举行的无人机竞赛大赛 能够继续飞得更快更高更稳健 并向更大规模的竞赛挑战 使来星对自己的期许 你是不是也想感受一下 在空中奔驰的快感 但是在那之前 你知不知道在本地玩无人机 需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呢 现年38岁的杨宗耀 在去年设立了MRAS无人机组织 目前MRAS的Facebook专业 已经吸引了上百名无人机玩家加入 当时新加坡的无人飞行机的市场 刚开始不久而已 所以我们觉得说如果没有人来代表 我们的话改次如果政府会需要说 做新的条规还是什么 我们有一个可以发表我们的意见 本身是一名无人机爱好者的宗耀 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 以正面安全和专业的方式 推广无人机的相关活动 初学者呢我建议说他们开始的时候 是可能实现买一个像这种 我们称为Dinywood的小型的无人飞行机 它会飞得很快 然后又有它的这个保护层在外面 可以在屋内里面飞 你学会飞这个的时候呢 你学到的那些技能 都是可以用在飞比较大支 或者比较快的无人飞行机的 任何一种无人机 只要一到户外放飞 玩家就必须遵守飞行的条例和安全事项 最重要的呢就是不要飞过人群 因为这个有时很危险 然后第二件事就是 一定要在飞机场 或者空军的基地的五公里之外 玩家可以去到这个网站叫onemap.sg 在那边可以看到说 在哪一些地区是在五公里之内 在原来进入五公里之外 今天的节目就播放到这里 感谢收看陈光第一线 如果你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到我们的网页去浏览 要是大家有什么新闻线索 可以拨打热线 或者通过WhatsApp 把照片和视频发送给我们 号码是8288823 我是林志英 祝你周末好心情 我们星期一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